當時我聽到這首歌 我就問我自己這是歌嗎 它好有powerful 更像是激烈的歌曲 而當時呢我還覺得 這個呢當時的解讀 現在看過來我覺得它是一個錯 為什麼因為它不只是激烈歌曲 它就是解藥 它就是靈丹妙藥 為什麼當時18歲的導師 竟然有80歲長者的智慧 那我相信呢就是 天地給予我們這樣的能量 還有呢諸多的智慧 人生真的就像一齣電影一樣喔 在金鋼精的寂語裡面呢 它說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因作如是觀 我們從最下面那個字開始看 觀電影法 原來人生真的就是要看電影 但即便是選電影呢 我們還要選擇它的級數 究竟是限制級還是R級 還是呢我們要來看一些正能量的等級 我記得呢我有一位親人 在他呢這個當時呢比較困頓 還有負能量產生的時候 他也愛上了看電影 在看電影的這一段過程當中呢 就看到一齣電影叫做 我只要你好好的 看完一點都不好 他跟我說要做一個決定 他要效法故事裡面的主人翁 花兩百萬 要我陪他去瑞士 幫他了結他此生 最後的一個心願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辦得到 那在當時呢引起很幸運 我巧遇了超級生命密碼系統 我記得呢在2016年6月份 當我上課的時候 導師說 如果你有你摯愛的親人 他過得不好 你一定要請他聽 因為有太陽 當時我聽到這首歌 我就問我自己 這是歌嗎 它好有powerful 更像是激勵的歌曲 而當時呢我還覺得 欸這個呢 當時的解讀 現在看過來我覺得 它是一個錯 為什麼 因為它不只是激勵歌曲 它就是解藥 它就是靈丹妙藥 我記得當時呢我充滿希望 我就帶著當時的這本書 我邀請這位家人呢 你可以放在枕頭下面喔 你可以睡覺喔 然後你來聽 因為有太陽 他就跟我說 這是什麼歌 這是什麼歌呢 我說你聽聽看嘛 晚上聽三次 早上你也聽三次 那你放在枕頭下面睡喔 結果他一翻開 就翻到什麼 你知道嗎 這世上的事可大可小 他說 對啊 根本本來就沒什麼事耶 這是他當時告訴我的 我真的覺得 導師好厲害喔 不管是書籍 歌曲 就很有力量 從那一天到後來 到今天呢 八年過去了 他都沒有再跟我提起那個恐怖的約定 到瑞士去進行那一個 哇 當時讓我非常害怕的一個 一個進行 所以 在 導師的這個前言 這個段落裡 我想 我們所有的因緣際會 所有家庭成員的誕生以及組成 都是因為愛 我們都想要擁有愛 但是求而不得 好感恩 因為有超級生命密碼系統 因為我們接通了宇宙天地的源頭 我們擁有工具 步上正軌 擁有正確的方向 我們可以來前進 去得到這一份愛 並且持續的保溫以及保鮮 還可以努力來開創 來贏得生生世世 是豐厚綿延不絕的愛 那如此一來 就真的是 非常非常非常的富有